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望线 云深有之处 第20集 魏无线真切地感受到了蓝望鸡的那份害怕 在一片迷雾中 蓝望鸡找到了泛着柔光的咸灵草 可就在蓝望鸡拔起咸灵草的同时 蓝望鸡突然被一股力量击中了心脏 魏无线确定 这才是导致蓝望鸡受伤的根源 蓝熙沉见魏无线的状态不好 所以即使摇灵把魏无线拉了回来 无线 无线 怎么样 你还好吗 魏无线喘了口气 蓝战受伤的位置是心脏 心脏 蓝熙沉转头看向蓝启人 蓝启人轻叹 闭上了眼睛 蓝熙沉继而转头看向魏无线 两个人对视 心中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过了一会儿 蓝熙沉恍然大悟 无线 或许应该去看一下你离开的那十六年 在此之前 蓝熙沉曾向魏无线描述过那时的蓝望鸡 魏无线虽然心疼 却没有亲眼看到 又或者说根本想象不到 魏无线有些迟疑地看着蓝熙沉 却开始摇头 不 不了 这一刻的魏无线 内心是抗拒的 当时只是从蓝熙沉口中得知 就已经心颤 纵然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怡灵老祖 也会有软肋 对于魏无线而言 蓝望鸡何尝不是自己的命 之所以两人如今能够无视世俗 不也正是因为两人心中 早已把对方看得无比重要吗 可是如果是这样 那魏无线就依旧没办法对症下药 魏无线做了好久的思想斗争 又抬起手去摸了摸蓝望鸡的脸 往日离雅正端方的韩光君 自己又哪里舍得他一直这样呢 魏无线红了眼眶 闭上眼 开始吧 揽起人的手指微颤 睁眼看向了魏无线 魏无线来到了不夜天 确切地说是当年的不夜天 还是那场乱战 蓝望鸡在与傀儡打斗时 视线总是放在魏无线的身上 和当年一样 魏无线受伤了 看着眼前的一切 内心只有失望至极这四个字 就在魏无线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意识 蓝望鸡看到众人都在极力对抗因虎福 而魏无线已经没有任何动作 蓝望鸡马上跑到魏无线身边 抱起魏无线玉剑走了 可是蓝望鸡受伤了 没办法带着魏无线走很远 蓝望鸡把魏无线藏进一个山洞里 这是蓝西辰所说的那个山洞 蓝望鸡小心翼翼地将魏无线放在一块石头上 魏无线靠在石壁上 双目无神 嘴里一直在说着什么 蓝望鸡一声又一声地喊着魏英 可是魏无线依旧没有回答 魏无线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蓝望鸡当时的心疼 蓝望鸡拉起魏无线的手 不停地给魏无线注入灵力 害怕魏无线睡过去 就不停地在和他说话 魏英 魏英 你看看我 我是蓝寨 滚 魏英 我信你 我一直都信你 滚 魏英 我心悦你 我一直在 不会让你受伤的 滚 魏英 我所说的 句句真心 滚 一声声地滚如巨雷打在蓝望鸡的心上 魏无线也同样感受到了蓝望鸡当时的心痛 看着蓝望鸡脸上划过的泪痕 原来当时的蓝战也哭了 在蓝氏长老们找到他们两人时 强行让蓝望鸡交出魏无线 蓝望鸡第一次忤逆了蓝起人的命令 不仅没有交出魏无线 反而祭出了碧尘 打伤了蓝氏的多名前辈 魏无线看着这样的蓝望鸡 心里不知道是应该开心还是难过 蓝望鸡虽然满身伤痕 却还是把魏无线送回了乱葬岗 可是魏无线已经昏昏沉沉 根本不知道都发生了什么 蓝望鸡依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乱葬岗 遇见回到了云深不知处 跪在归讯时前领罚 蓝望鸡跪在归讯时前 无论蓝西辰怎么说 蓝望鸡始终只说一句话 无论对错所有后果 我愿意起承担 这句话深深地击中了魏无线的心 当年的蓝战到底对自己有怎样的深情 才能为自己做到这些啊 蓝起人生气极了 而蓝望鸡只是说请书负责罚 蓝起人拿出了戒鞭 一边一边地打在蓝望鸡身上 自始至终蓝望鸡都不曾有过一丝屈服 不分是非 怕 不遵循规 怕 不敬长辈 怕 忤逆不孝 怕 蓝望鸡捧着抹鹅 护着抹鹅 没有让抹鹅上沾有一点自己的血 抹鹅 是未应碰过的 三十三季戒鞭一次罚完 蓝望鸡早就没有了那不食烟火的仙气 戒鞭打在身上有多疼 魏无线不知 但是此刻的他 心却很疼很疼 蓝望鸡虽然没有落泪 但此时共情的魏无线已经泪如雨下 在魏无线心里 蓝望鸡一直都是骄养 好像所有不好的事都与他无关 永远都易如初见 魏无线甚至希望蓝望鸡永远不食人间烟火 他的蓝战就应该活得漂亮 蓝望鸡有悔 但亦无悔 他悔恨自己的优柔寡断 悔恨自己的不够勇敢 悔恨自己的种种顾虑 但是他不悔冒天下之大不为不夜天城救下魏英 不悔此生与魏英相识相知 不悔将真心付出 如果可以重来一次 蓝望鸡还是会去宜灵寻魏无线 还是会在乱战中喊出那句魏英 吹笛 但是如果真的可以重来一次 他会义不容辞地站在魏无线身边 你不是被全世界抛弃 你还有我 看着整个人都在颤抖的魏无线 蓝启仁和蓝熙辰都很担心 蓝熙辰不停地摇铃 无线 无线 无线快醒醒 魏无线虽然听见了召唤 但是此时的他只想看下去 那些关于蓝望鸡的秘密 或者说只有他不知道的秘密 魏无线既然鼓起了勇气 那就通通都要知道 一秒都不想错过 也不想成为接下来一生的遗憾 为了保证共情的安全 魏无线再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过来好一会儿才进入平稳状态 眼前的一幕继续上演 终于 三十三季界鞭打完的那一刻 蓝忘鸡却自己站了起来 向蓝启仁辞行 朝寒谈动走去 蓝忘鸡的脸上 依旧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恨之意 是啊 忘鸡知错 忘鸡不悔 这时的魏无线真的很想冲过去 抱着蓝忘鸡 可是他做不到 他只能看着蓝忘鸡一步一步 很慢地前行着 但是每一步都走得很坚定 因为他不后悔 即便过去无法挽回 重来一次 还是会不后悔做这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